大家好,我是纳兰小宝 今天给大家详细介绍,介绍我这话 今天有点磨叽,可能时间有点长 你要想看,你就看完 有好多人问我是哪里人 我是河北成德围厂人,现在塞汉坝 然后97年去在石家庄 现在目前就算居住在石家庄 老家是成德围厂 然后我是2003年一次义务献血 被查出来是西游血,就是大家说的熊猫血 这个血比较少 像汉族人就是千分之二三 千分之零的二三 满族人,蒙古族跟韦族比较多一些 像云南的少数民族多一些 多的能达到15% 这个就是一旦你发生紧急用血很难找到 我自己这些年 我成立一个组织叫燕照西游血型联盟 就是2003年就开始成立的 一直到现在全部是自费 全部就是一边做着宣传 不和任何经济挂钩 因为在中国 一旦你这个工艺跟钱挂了钩 到时候你抖了不清 所以说我这就是 别人也有说 保护跟着赞助什么的 绝对不拒绝 就是不要 这个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所以说呢 而且到现在 我这从大那会到现在 就是有了这个电话以后 到现在电话号我没换过 而且是24小时开机的 然后我自己献血救过八个人 我这个组织救过上百人 2009年我在河北 还被评为感动省会的 十大真情人物 也有过荣誉 现在说着啊 我是后来呢 就开始喜欢自驾嘛 自驾的玩的同时呢 就是一直在宣传熊猫血 包括2004年 我骑自行车 我单任单车 骑自行车从石家庄 骑到拉萨 都是就是宣传这个 寻找熊猫血 后来呢 就是厂家呢 就是开始玩小拖挂房车 这一步一步的 就玩到现在了 就是我到现在用了十几辆车 都是厂家免费提供的 这个不藏着不满着 就是但是车是人家厂家的 我就使用 使用完了人家厂家有卖的 就有时候就在网上 谁要就卖了 就不要呢 人家不卖人家厂家就 就是把它开回去了 就我到现在跟十几个厂家 合作过都合作的很好 因为咱们没有私心 就是你咱也不卖车 所以说你咨询我呢 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公正的 一个答复 就是咱们首先不卖车 没有利益在里面嘛 就是这个 顶多是宣传给个广告费 就是这个事儿 说明白的 啥事儿都说得公开的透明了 然后呢 就是我到现在呢 就做露营地 做了到今年五一 做了两年了 也是在玩的同时呢 因为我呢 宣传熊猫血 要把中国这2856个线都走完 每个线 现在走了有一千多个了 现在就是我呢 想着在这个时候呢 也能寻找 就是有一些的收入 这样呢 开始做的露营地 我现在呢 全国有近千家露营地 都是和我联营的 但是我这个露营地呢 专业的只占一小部分 特别少 因为专业的都比较贵 都要一百 甚至上 但是咱们跟谈谈的 都有一个会员价 就是说这千家营地呢 收费基本上都是 十块二十三十 这个是为主的 像云南现在这些 基本上都是以二十块钱 包水电为主 就是人家不是也 不以收停车费为目的 就是自己 一个是有的 要个广告宣传 有个要个二次消费 所以说呢 现在做的还算可以 大家也 比较认可 然后呢 现在好多厂家 也有厂家 你可以联系我 我是 在寻找露营地的时候呢 也给你寻找一些经销商 因为我总之是 一个也是敢来放着嘛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呢 在云南 在南宁 在海南 都给寻找到了 就是这种经销商 有的经销商呢 我认可的 就是这个呢 我肯定就是给担个宝 有的现在厂家 跟我关系好的 就是人家 对我首先认可的 现在连 就是厂家 现在这个销售都 现在房车销售都 不是很好销售吗 人有的厂家 就把样车直接 开过来了 当然 你们之间怎么合作 就是我跟你介绍完了 你们自己合作 我认可的 我担保 就说我这车 让你把车放那儿了 这个出了问题 肯定是我的 但是我不认可的 我也不会 去参与这个事先 比如说现在云南 就是昆明这车 刚开始来的时候 人家厂家根本就 连押金什么都没有 就把车弄过来了 人家觉得 咱们信任嘛 这是信任的第一位 所以说呢 这样呢 我给你寻找经销商 而现在我在给厂家 现在寻找更多的呢 就是售后服务 就是房车厂家 根本就做不起来 全国的售后服务 但是呢我一边呢 寻找营地 寻找熊毛雪 也给你寻找了经销商 寻找了售后服务 这个呢 具体的 包括经销商 包括这个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这会儿 肯定是你自己谈 就是你怎么着 你知道 我那中间 全部公开透明 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我跟这一千多家营地 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你在那吃八个羊 跟我也没有关系 我所得到的利益 就是你交我这一百九十九的 会员费 这是我的 剩下钱 全部可以拿到大面 可以公开透明 所以说呢 怎么说呢 截止到现在啊 就说你在这 在我这参加了 包括我现在在海南 云南 草原 就是组织这个营地游 都是我免费带着大家 去不了的地方 我给你出一些攻略指导 等去了 你去海 现在一直在云南嘛 然后夏天天 就回草原了 因为我家乡去草原的嘛 四三万的 在草原这营地游呢 我组织大家 去年组织了十三期 就说怎么说呢 你这你带我这报名 这一百九十九 你去一回营地 两回营地就值得 有好多人为什么 还没有房车的 在我这也报名 参加我的一天 他说宝哥我就为了 觉得我能学习些知识 我靠谱 所以说呢 我现在这块的年性比较大 比较好 就是在群里头 大家可以消互的 比如说我成立了云南群 我把会员的 首先你在我的会员群里呢 第二的 你还可以在云南这个营地游群里 你来云南了 我呢提供主要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是我提供不了 人车友就可以提供了 因为在云南这个车友 人家里说我到哪了 大家一说 哎呀这个会挺好 有的呢这样的 现在呢我这千家 露营地 近千家露营地吧 有大概有五百多家 到六百吧 就是我亲自去过的 剩下那些就是车友推荐的 所以说呢也这个呢 也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 是大家帮忙推荐 哎呀 大概就是这样嘛 就是说这服务呢 是尽量为大家提供服务 但是说不可能达到 每个人百分之百满亿 你想象一共给人十块钱 二十块钱 三十块钱 这个你要专业营地的服务呢 肯定做不到 就是你有一个心理 你在入会之前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但是呢你要在有些营地 就是特别好 老板那带人非常非常好 因为咱们现在 也在评一些明星营地 哎 好的大家 现在咱们带哪头的消费 你好的 咱就得多住两天 多消费消费 你不好的感觉去了不好 看那地也不好 老板也不好 那你扭头就走 这个也无所谓 所以说呢 因为咱们这块有些人说 包括头两天说 那个打架这个视频 知道吧 就是那个人 那个营地他不收费 咱们跟人合作 老板说我不收费 你不收费 这就没法管理 说我管理不到位 哎呀 这其实挺难的 说句实话 人员过百 星星塞塞 你这是过千了 就更难了 什么人都有 但是呢说句实话 我这块呢是这样 我可以带着你玩 我可以领着你玩 但我绝对不哄着你玩 咱们说好了 别看我这人说 挺爱笑的 挺啥的 但要上来上了啥时候 那我也我也不知道 咱们相互尊重 你尊重我呢 我加倍的尊重你 但是咱们收了费了 就是搞的是服务 尽量给你服务好 但是你要说 五星期宾馆还有不满意的 达到百分之百满意 他也做不到 然后你想 比如说你想经销房车 想要什么的 你也可以联系我 我跟你对接一些厂家 这些全部公开透明 我中间没有利益 哎 包括经销商 包括售后维修 我这啥都没有利益 所以说我就给你们对接好了 你们自己 自己对接就得了 我觉得就是 这个 就这么点 这么点事吧 好了 那说多了也是眼泪啊 然后大家提高素质 房车一定要提高素质 在这玩真玩死了 真是没法玩了 好了 就说这么多吧 感谢大家支持啊 然后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私信我 白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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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白了